大家好,我是大伟 咱们有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冬天手上就开始不对劲了 要不然就像一个大冰块一样特别的冰凉 要不然这个手指前端就会有一些小裂缝 咱们今天教大家一个特别牛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从深处把我们这些红色的水 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到上面 而且你做完以后不仅会感觉到手上面发热 而且对于我们上面有一些小裂痕的都能带来非常好的帮助 这个动作咱们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 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你的这两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 咱们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把手这么伸起来 你注意看我们这条线 手肘的肘痕纹这个位置 我们把小拇指贴着我们的肘痕纹放 大拇指自然而然的绕在我们的后方 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 手这么一握就上来了 记好了 这个动作特别有意思 就像一个冲气泵一样 我们把手把它一捏 捏住了以后开始往下打气 记住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它里面有一种巧劲 什么巧劲呢 不是让你上下这么去动 而是捏住把它捏住像挤着海绵一样 从侧面看往前去走 看捏住往前 二三四 用力的时候都是在往前的时候 你看我手的变化 用力的时候都在往前 慢慢挤着往前推 你在做的时候 你的手掌上面就会有感觉 慢慢的会发现逐渐逐渐的热了 热热乎乎的 你看就这样慢慢的帮助它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打气泵 不断的往前打气 只不过是人家打的是气 咱们打的是什么 记好了 气为什么之帅 什么为什么之母 大家想一想这句话 我们把这个气打过去 我们红色的水就跟着过去了 大家看好这个动作 我再做个十秒钟 给你看一下变化 很多朋友说 老师我看你做都是图个热了 你千万别这么想 把这些动作方法自己坐着坐着 跟着我感受感受才是实在的 你感受到这个动作的奥妙之处以后 你自然以后就会记得 而且就在秋天冬天去坐 现在手上是不是热热乎乎的 有这种感觉 你看好 我现在把手松开来给你看 看哪些地方 看我们的末章 这个末端 看这个位置的一个小小的凸起 你看我两个手 比一下给大家看 有没有发现两边不一样 这个手开始变得鼓一些 看这个位置 这个手也是一样的 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变得鼓一些 来看一下 近距离的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鼓出来了 看我们的小拇指也能看出来 两个手的颜色 来看一下 也能对比出来 我们这个手 你做完以后 你手握握拳头 两个手握握拳头 你会发现力量不一样大 记好了 这个红色的水 它往哪里去流 哪里去流的比较的多 那么它带来的热量能量颜色都会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 另一个手也是一样做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带着大家做完 我们最后还收一个小尾巴 怎么去收 做完以后 把你的手像我这样转起来 四个手指动 小拇指往后 然后其他手指往前 大拇指是不动的 不用管它 就动四个手指这么做就行 在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 它看到没有 上下在动 两个手叠在一起去做 上下在动 这个位置上下在动 它就像一个提身泵一样 你只要做了圆圆不断的水 刚开始是被动的 你去挤下来的 现在是怎么样 把它往上提 一定要让它上去 它只要上去了以后 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小循小环 跟着跟着 你的手上面就热了 这个动作 我们去做上一个30秒钟到1分钟 很多朋友刚开始去做 10秒钟就酸了 为什么 常年这个地方不工作 它不怎么去动 你去动一动 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 你会来感谢我 这一套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感觉好的 评论区下方 一定要点上一个赞 并且帮咱们的视频 打上有用两个字 然后转发给身边 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 我是大伟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 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孩子的个头偏矮 家里面人就会特别的担心 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发现同学的个子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 心里面更加焦虑了 其实不必这么焦虑 我们一般来说 身高它是有遗传的 60%它是靠遗传 40%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后天的点点滴滴 我们说分为哪几类 一个是运动类 一个是饮食类 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 就这三大类 自己找原因 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 我们改变得了吗 改变不了 一般来说 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 它遗传的话 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线 它如果说接近它的上线 那孩子长得就快 如果说它正好是接近下线 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些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 那么后天的这里 我们无非是三种 第一种就是饮食 饮食这里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 蛋白质咱们要多去补充 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 你捏一下 这个里面就有小蛋白 身体当中 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 它就需要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 孩子是不缺蛋白质的 就是看他肯不肯吃 很多小孩子 他是不肯吃 他挑嘴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家里面人就要多费一些心 把营养弄得均衡 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 比如说鱼虾肉奶蛋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 同时要配合碳水化合物 什么叫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我们这些金粮米面 都是碳水化合物 这些东西都要搭配在一起吃 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 这样的话 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一般来说 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 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 然后重点是放在后面两位 这两位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运动 运动上面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 他运动普遍较少 而且有的孩子 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 他抱着一个手机 他就不愿意运动 这个是很多家长的一个 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 孩子的运动 他是天性 一定要让他多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 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 反之有的小孩 他的身体自小来说 就相对于弱一些 你让他去运动 他运动只要一过量 接着你看就三五天就不对劲了 然后你就紧接着家里面 就跟着后面忙 后面又不敢让他吹风了 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 你记住了 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 就去做跳高训练 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 让他去摸每天跳多少下 同时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 什么叫折返跑 比如说我们的客厅 让他从A点跑到B点 再从B点摸一下D跑到A点 就这样反复的去跑 跑一会儿 他心跳上来了就累 累了以后就是消耗 消耗完了以后 原来还挑食的 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境虚 同时还可以让他做什么 就是深蹲起跳 让他慢慢的蹲下来 往上去跳 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哪一种运动 都是让你的骨骼 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 这样的话 才能让我们的骨骼 进行充分的刺激 它才能更好地长高 所以我们骨骼的结构 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 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 是非常棒的 在竞技上面的运动 比如说打篮球 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地 站在他投篮 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 比如说跑 跳 跳 包括跳绳 都是非常好的运动 在家里面都能去做 然后运动这块的话 大家家里面做做功课就行 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 是什么 就是睡眠 睡眠这一块 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 你看我们管得到他白天 管不了他晚上 有的小孩是什么 这个地方经常养 养了以后就感觉难受 一难受好了 晚上就翻来覆去的 它这个质量它不达标 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 比如说生长素 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 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 所以在睡眠当中 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 把这个灯给他关掉 第二个让他的睡眠 要让他怎么样 变实 不要让他那么虚 有的孩子 他自己小的时候 小孩子他也会烦 他会烦他的学习 他会焦虑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家长不要对他 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 给他很大 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 他一焦虑了以后 有的时候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 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 让他好好的睡觉 同时夜里面没事的时候 多观察观察 比如说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 你要及时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发现 我们就要及时 然后同时你要记住 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 你一定要什么呢 要让他放松心情 他这里紧张 你在这里再催着 他就会更紧张 一紧张了以后晚上好了 七八个小时也睡不好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 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 你后面的运动 后面的饮食 这些东西就通通的就白费了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生长速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 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 你晚上在睡觉之前 给他的头这个地方摆绘 轻轻的从上向下摸 摸一百下 每天一百到两百下 从上到下摸到他的大锥 从摆绘到上锥 轻轻的摸 摸摸摸摸摸 他就睡着了 这个是针对十岁以下小孩子的 那十岁以上呢 十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 他懂了 他自己明白了 他就回去做 但是咱们道理要讲给他听 有的朋友会说 老师我的小孩子十七八岁了以后 还能不能再往上长呢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 小孩子他一旦骨猴闭合了 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 过了就没了 他骨猴一旦闭合了就长不高了 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 你们提前就观察 做好准备 以后孩子未来就能多长 两到三厘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为 脾胃弱的人 不要再揉肚子了 意义不大 今天我要教你解开脾胃上面的两把锁 说白了 就是肚子上面的两根筋 这两根筋啊 都是困扰你脾胃不好的一个小源头 咱们把它解开以后啊 你的肚子里面啊 就会咕噜咕噜响 解开了以后 你会发现脾胃逐渐逐渐的就强壮了 我们说脾胃为什么重要 你会发现 人只要过了35岁以后 这个脾胃啊 是越来越会凸显它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的后勤啊 就是靠着它 如果说你的脾胃一旦弱了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上没有劲呢 同时你的状态 你的免的什么力啊 提不上来 而且脾胃只要一弱 你对食物的分解能力啊 就会大大的下降 导致了你吃进去的东西啊 不会转化为我们身体的能量 溜一圈又出来 有的朋友啊 吃进去的东西啊 反复积累在我们的胃当中 它就会酸啊 反啊 胀啊 一抽一抽的特别难受 那么今天呢 我会先教你啊 解开肚子上面的两把锁 解完两把锁以后 我再教你一个强壮脾胃的方法 你只要跟着我去做 七七四十九天 你的脾胃啊 就强壮了 话不多说 大家记得把视频啊 收藏下来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做 首先呢 咱们先讲这两把锁啊 非常简单 你记住一个口诀 叫做上三下二 围绕着我们的肚脐 肚脐是一个中心点 把我们的手三指放好 放在肚脐上方 在这个食指所点的位置 我们双手按进去 按进去以后 我们左右横拨 上下横拨 慢慢的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有的人按进去就很近 慢慢的就变软了 软进去以后啊 我们就点进去 慢慢的点进去用力 你会发现 随着你慢慢的左右上下 这么横拨以后 你的手陷入的越来越深 陷入进去以后 逐渐的 你在里面能摸到一条大金 浮出水面 这条大金是什么 就是我们积累的一些 寒室的金节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给它解开 手进去 当你触摸到这条大金的时候 就这么转 转上一个一分钟 到一分半钟左右 大约是三十下到四十下 顺时针 逆时针 都可以啊 做完以后 解开以后 我们再把手放到肚脐 往下两指的位置啊 大约是在我中指的这个位置 你看 点住 点的时候有个技巧啊 我们千万不要把身体这么弯着 把它微微的向后啊 向后 仰着一些 这样的话 你的金会更容易暴露出来 点着点着就把这个地方给点通了 一样是转 转上一个两到三分钟啊 慢慢的 你找到这个金以后 我们就转 转开了以后 你会发现肚子啊 就开始咕噜咕噜响 这两个大金啊 都是你日积月累的一些寒时所化的金结 它困扰着你的脾胃 那么解开以后 你会发现 哎 这个肚子里面啊 轻松了不少 而且呢 你吃进去的东西啊 也慢慢的不会感觉正了 那么说完了第一个方法 咱们紧接着要讲第二个方法 那么咱们第一个方法呢 它是一个解法 什么叫做解法 就是解开困扰你肚脐上面的两把锁 但是你会发现 锁解开了你的脾胃 虽然舒服了一些 但是它该弱还是弱 我们还要从里面把它去增强 所以我们要用上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来自于我们南淮景老师 分享的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人人家里面都有啊 人人都可以去做 是什么呢 我们准备 艾融一小撮 花椒六到七粒 桂圆肉一颗 把这三样啊 放在研磨罐当中 把它捣碎了 加入适当的蜂蜜 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 就把这个小丸子啊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 一定要把它封盖好 睡醒以后把它撕掉就行了 为什么要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呢 肚脐也被称之为神圈 这是一条会呼吸的口子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在很小的时候 一条袋子连接到外面 都是靠这个袋子啊 进去的能量 给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肚脐这个点啊 非常的重要 晚上就会吸收 这个小丸子当中的精华 我们说这两个方法 为什么要配合在一起 一个是解法 解开你脾胃的锁 但是这个时候脾胃还是弱 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嘴巴里面 把这个能量喂进去 把脾胃给它温补好了 你的脾胃就会逐渐的强壮起来 所以这两个方法是 一加一大于二 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啊 老师你分享的第二个方法非常好 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呢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和我一样 选择已经做好的成品 我拉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 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 已经帮助了很多人 强壮了自己的脾胃 让自己的能量越来越足 为什么我们说这盒肚脐贴好呢 首先我们只要打开盖子 你轻轻的闻一下 你就能闻到里面的味道 非常的浓郁 味道越浓郁 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越真 用材用料好了 放在这里 我们才能够时刻的感觉到里面的变化 其次就是这个肚脐贴啊 我们家里连人都在用 亲戚朋友也在用 我自己也用过 是实打实 是实践出来的好东西 所以才会放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么这个肚脐贴怎么去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它里面已经帮你把这个小丸子 做好了一颗一颗的包裹好 然后呢 我们把外面的这个包装撕掉 用它送的这个小封贴 我们每天晚上就把它贴在我们的肚脐上方 然后呢 如果说你感觉自己的身体上面湿湿水水比较重 水气足的 我们在脚底上面取双脚的涌拳 也把这个小丸子给它贴上去 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拳上 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的涌拳是阳气口 它这个小丸子可以把阳气打入到脚底的涌拳当中 同时脾胃弱的人通过肚脐这个通道 又能把里面的精华能量送到我们的脾胃当中 这样的话 我们身体就会逐渐的变得有力量 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也会能转化为能量 不会走一圈就出来 在我们这里积着堵着 我为什么这么了解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脾胃不舒服 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脏的 我都会去用这个肚脐贴去贴 这就是肚脐贴 咱们一定要记住 把第一个解法和第二个加法放在一起去做 解法是为了解开肚子上面的大筋 这些是日积月累所成的一些筋结 然后加法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肚脐贴 给我们的整个脾胃 给它进行温养和滋补 让我们的脾胃越来越好 状态越来越好 人年纪越大 脾胃真的是越重要 越到老的人 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 所以养好脾胃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往一个巅峰上面去推 让自己更加的强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感觉好的 一定要把它收藏 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咱们身体上面有一个位置 十个人去摸 九个人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神奇 神奇在哪呢 你不摸它 它永远不会疼 但是它一疼起来 它不是自己疼 而是会引发我们肩膀疼 腰疼 甚至我们胸口发闷 这个内肩疼痛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位置 大家跟我来坐一下就知道了 它就在我们的腋下 我们把手背在头上 然后呢 把另一只手像我这样 很自然的贴在我们的腋下 然后我看我的大拇指 把它并动 那大拇指所指的这个位置 往下我们画一个虚线 大约是一个中指的一个长度 不好意思 这个笔法不太好 这样 这个长度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把手切入进去 切入进去以后 我们往里面按压 左右的拨弹 按压 揉动 感受到没有 很疼 特别是 咱们这个肩颈不好的人 按起来就会非常疼 或者心胸心肺不好的人 按起来也会疼 我们再换一只手试一下 来 这个手背在后面 另一只手很自然的贴在腋下 大拇指并拢 并拢了以后 大拇指的这个点 往下顺延一个手指的距离 就这样 好 就在这个位置 这条线上面 我们用手搓进去看 一搓 搓进去以后 来回的拨摊一下 好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疼 如果说你很好奇 为什么 这个小小的地方会引发 我们肩膀腰部 甚至心肺内肩的疼痛 那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的试验 就是 这个衣服 咱们把它揪住 我们把这个衣服给揪住 揪住了以后 就相当于 里面的筋络和肌肉 都挤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 你看 我来活动一下肩膀 活动不开 对不对 或者说 我们把手放在这里 我们活动一下肩膀 你能发现 这里的皮肤 肌肉 它都在动 对不对 我们把手放在这里 转下腰 你看一下 里面也在动 我们把手放在这里 呼吸一下 也在动 对不对 但是你想一下 它如果说紧缩在一团以后 那么它就会导致了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受限 咱们的腰部活动受限 咱们的心胸打不开 对吧 它会导致很多的症状 这个地方 它有个著名的肌肉 就是咱们的前聚肌 也是大多数人不会关注的肌肉 今天教大家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它松开来 咱们把手背在头后 和刚刚一样 找到刚刚的这个位置 腋下的位置 这个痛点 我们先去摸 摸到这个痛点以后 好 可以了 我们把手放下来 自然放在身体的两侧 然后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手就像我这一样 我手是抠进去的 抠到我的腋下里面 抠进去以后 咱们这个手 给它稍微夹一点 夹紧 因为你只要一夹 这个力量就渗透进去了 你看 一夹 夹紧了以后 好 一只手负责夹紧 微微的夹紧 不要太用紧 不然会很疼的 另一只手负责上下 前后的一个拨动 咱们来试一下 找到那个很痛的点 咱们来 上下 好 我们来拨十次 好 来 前后 拨十次 这个手 只要微微的稍微夹一点就可以了 前后拨十次 好 这个感觉确实是不太舒服 做的时候是很酸疼的 很多人是刺痛 都是正常的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你把它拨通了以后 它无形当中会改变你身体的很多很多的地方 可能你拨通了以后 肩管理就好了 拨通了以后 腰背莫名其妙就好了 它会带来很多问题 但是你同样 你把它疏通了以后 会对你的心胸 心肺 肩 腰都会带来很大改善 我们这只手也是 上下 这个手把它夹紧 上下 只要有力量渗透就可以了 前后 好 做的时候 它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只要上下做个十次到二十次 前后做个十次到二十次 我们算一组 然后我们再活动一下 你会发现 做完以后 这个确实是舒服的 说不上来的舒服感觉 然后咱们每天 可以做一个两到三组 也就是说 一共加起来 上下做个三十多次 那么这个动作 我们一周建议做个三次 就是说我们做一次休息天 做一次休息天 这样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刺激它的时候 其实是给它进行到一定的破坏 我们要给它一天到两天的休息时间 才能继续做 而且做完以后 有些人手法比较重 他做完当时是没什么感觉的 甚至做完以后很舒服 第二天 这个地方一摸就疼 或者一动就疼 都是正常的 它是提示你手法有点重 所以说 咱们做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 做完以后 休息一到两天 同时手法切记 不要太重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教大家 把咱们这个疏流疏通 改善咱们的肩 颈 腰 背 以及咱们的胸部 这个位置真的很重要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 可以帮助到大家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